大家好 先坐下观众朋友来看 是全国基板历史上级有求的成绩比赛 港区关 环境成绩竞赛在今年进入第20档 30号在港区关政府中庭 来基板在18亿年度 年中成绩公布记者会 由港区关注王张良 请资助从政务中复兴致公诉 竞赛成绩的培论 当中打开来宣布当中的兄弟 现中的气氛 京都有个气氛 将近够协定22.5万 该关环境成绩竞赛第一名将近够18万 嘉义先政府环保局 举办乡镇的环境清洁竞赛 已经到第21档 当然这里面经过很多制度的变化 不管怎么样 我们手上有一份跟乡镇讨论的名册 包括我们重视的环境经济竞赛的地点 到每一个乡镇去做考核的时候 我们都是抽乒乓球 编号 抽到哪一个项目 哪一个编号 就检查哪一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对乡镇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你没有办法准备 你只能够平常就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 所以这次我们得到第一名 有我们的欢露香 翼竹香跟明雄香 那这非常不容易 因为要拿到第一名 一定是整个清洁队很努力的在执行 那更重要的是整套里面 很多的志工 很多的人员 大家一起努力 才有办法拿到这个殊荣 只单靠清洁队我看大概很困难 那所以21年 我们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 征来就是我们的处来 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环境 清洁可以做到很好 那不是只有把自己的家里面打扫得很干净 那离开自己家的大门 就不关我们的事 那我想我们慢慢的要修正这样的观念 所以我们希望嘉义县是一个好的环境 希望到处都很干净 谢谢所有人的努力 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管理员中良表示 在这几年环境成立的经济经过很多制度的变化 如今到每一家客户的时候 都是当中 抽瓶瓶球的便可 随抽随刻 对行政传立是一大科研 只有平常是好好的维护处理 只能通过 可以定名 也不只是客户户队 也有赠来自贡 广州人员的爱好 赠来就是家 不是只有把家庭变少清晰 你开家庭的大门 进入社区也失去 希望大家努力 和搜狗这处都很清晰 声音新闻中来信 该义官 彩虹报登 第一个来做这样的工作 愚民把他不要的东西 他可以换钱 就政府来讲 他可以减少污染 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用一句话来形容 幸福会是什么 光着脚踩在土地上 两句话呢 我跟你说 今天都说 人生有的没的事情 很多啊 我们就尽量比较简单 三句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好山好喜 自己的家庭在这边 去做自己喜欢的 幸福对我来讲 就是可以吃到产地 最新鲜的诸果 所有的食材新鲜 是非常重要 所以台湾的很多主产 现在都变成金饼 送一个是要送 国内的东西